白丁 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啊我就录了这一支以后 我顺便来做一下 那一个文具笔的一个 对比吧 那首先先讲一下 就是我这几支买回来的时候 都没有吸墨器 因为我本身的吸墨器 我就我用不了这么多支笔 我通常就一个吸墨器 然后就这样子替换着用 好那就 呃先讲一下那这支78G 然后百乐的一个 什么百乐的一个这个 微小肝比 然后贵妃肝比 因为平常很多人问我说一百以内 那个人民币吗一百以内人民币 推的哪哪几支 其实我基本上都只推百乐的 就是这个价位的百乐以外的 比我都没有推过 除非是富力文的话我也喜欢 但是富力文我主要推笔尖 那笔杆你喜欢的你再推 因为为什么是只推这几 几支呢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呃长度上面的话 我就不去再做一个对比了 现在看到就ok了 那如果想知道实际的一个长度的话 可以去分别去每一支的那个视频 拿去看 免得这个视频我拖的很长 好那先这样子 吸墨器我先拿走了 那这个他现在是有吸墨器的 因为有上了墨 那不方便吧 那你再减个大概 呃三克到四克左右的一个重量 就是这个白金笔的一个 呃实际重量 那像主要的推这四支 四支原因主要首先是这样子 他首先实用性非常的足够 另外一个鞋感来讲的话就是白金的话 为什么没有拿以前做那支PQ3000的话 呃那一支的话太像怎么讲 那一支那一支的一个鞋感来讲的话 呃我个人觉得没有这几支好 其实白金的这一支 在这么多支在我这里评分是最低的 我比较推的还是这三支白乐的 因为他出没真的很大 不太适合学生去用 那为什么还是拿上来了 因为这四支里面他的颜值真的是最高的 就是单纯这个理由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那这支比的话 我记得当时去评测的话 应该是9.8还是11 反正就也是很轻的一个中央 9.8吧拔了吸摩器以后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13 没有吸摩器10.3 那你能看到其实差5克以内不会差很多 那11.1 这边也看 10啊8.3对8.3吓死我了 那你能看到这几支的一个重量的话 都是差不多的 非常适合就是说 我长时间的书写 我通常就是如果长时间书写 我不会推荐去用重笔 如果你不长时间书写 我才推荐你去用重笔这样子 然后呢再下来就是 鞋感来讲的话就是我等会对比一下的一个粗细和笔尖的一个差别 但是呢那个如果你说我喜欢的鞋感的话 最喜欢的其实比起78G我更喜欢的是一个微笑的一个鞋感了 然后再下来是78G 然后是贵飞 这一支的话主要还是它的一个颜值以及它的重量 就是呃跟它这个跟88G的一个定位比较接近 但是88G的价位呃比较高嘛 好再下来的时候我们另外一个值得对比的地方在这里 图啊呃我个人不太喜欢左手的这种就白金的这种飞机间 我喜欢这种就是说有圆弧的一个干尖那主要给你们对比就是上面这个图啊呃你们能看到就是百乐的这个它的图案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到位的他没有说像那个白金这个就压上去压上去拍照是比较好看 但实际用的话你看到百乐的这个其实它是比较漂亮一点的我觉得而且也比较简练这个感觉就有点多了 特别是前面两个小星星就觉得哦好像是破掉还是有点残刺那种感觉啊反而像百乐的这样子一个干净的处理吧我个人觉得会好一点 然后比的话你都不用想可以通用的了这些都不用想的切我发现不少人很喜欢把就是这个换到另外一个那这个事情啊什么时候弄到的 哦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弄到的奇怪了哦希望没弄到别的地方吧好那我们先继续啊然后再下来了就是那个 嗯呃笔形的话那很多人推78G到78G是这里啊这呀真的是 78G是这里这么多支的一个最贵的一个笔了到底是哪里弄到了我真真不知道啊这里面已经沾到磨了好好像是哦是不是好像是好像是白金这里好像是这只白金有点露磨 啊这里又没有啊啊好不管他继续啊鞋感上来讲到很多会推78G了但是我个人觉得是说嗯性价比来讲的话微笑的那个性价比会比较好而且握感我个人也是喜欢微笑的这个握感多一点 再下来了就是我我来对比一下这个书写的一个书写的一个粗细那像这些笔的话我大多都会这样子去写就是嗯我先把这个给打开一下 先把这个墨我先放到一边去然后我直接用这个几年式的一捏然后就那边吸然后就这样子去写啊 然后一想到就是啊洗笔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一个麻烦好那还是一样刚刚的一个白金我已经写过了那白金的这个我就不再去白金的话 这个是ok白金的话反正就是一样的那只会给你们展示一个东西就是普通的轻轻的这样子写你看触摸还是一样的但是压的还是没有差别 那再下来我们来把另外三支的也给上一下墨然后呢就写一下对比那给你们有一个区别好我们先来这一支78G吧78G我还故意就把它接然后去洗一下好 ok 啊可以78这个是78G的好一样的我就快速的写一下那减少这个呃影片的一个长度那这个78G的话就拍了哎 那能看到这个粗心吗明显就是能对比出来了再下来的就是这个我这个应该是啊我这个还是m的 mnip 然后你看这个出没非常的顺畅然后这里一写我尽量是快速速写然后这个78G你看他的压感是比较明显的你看到我就中压 非常明显的他是他压起来他是有那个怎么讲就是压起来的话反馈感非常强而且 书写出来的话也是有明显的一个效果的好那这里我就只写一句话了那 因为函数不够了然后再下来我就把这个墨给关掉 然后这个吸墨器先拿拿掉一下 然后直接就这些先放一边啊 因为刚好有问到了我就来给你们讲做一下这个视频了然后这个一贯上去 一样的把这个墨给吸一下ok 好那个反正就是如果再问我说哪几只就100元以内的我基本上就推 其实说实话我还是推百乐这三只了白金那只真的是颜值为主 你看百乐的一个ok 可能可以那你看这个微笑的话他的他就出息度就更给力了能看到吗 出没的话就是 呃没有那么大了我这一支是F间的 然后一样那你看到这个除息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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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七十八句一对比那能看到吗就是 那我再重压 你看他是干尖的但是他跟百力金那种那种干尖一样他是有反馈感的而且 他写起来是怎么样他写起来就是说 你能马上就在书写上你一重压的时候他就有那种变粗的那种感觉吗 很多干尖其实是没有这个效果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推微笑比那一个 呃七十八句多一点好那这只写完一下能看到了 好那一个还是要把这个总成给放一边 把这个放到一边去好这下来最后一支微笑钢笔那微笑钢笔的话就是 是这样子啊我这里灌然后 ok这个吸摸器最方便的地方就在这像这种快速上磨快速写 但这种吸摸器有个缺点很明显就是他不太适合说 怎么讲大大量输写好那也是一样有出没吗没有ok再 甩一下 应该是有了 奇怪了 难道是我刚刚哦我知道我没有吸到 ok 啊有了好 这样子上磨 你看到 奇怪了 咦怎么堵住了吗难道是 不然的话鞋感了咦再来一遍 ok 嗯有了可以 那这一支是贵妃 那你看到贵妃的其实他的一个 嗯 我这支也是F间的 那看到他出息其实跟白乐是一样的 其实真的如果是说用钢笔来讲的话 78G主要是他的一个贵妃的话他压起来就没有那么的明显了 你看压起来 那所以说其实首选我一定选微笑的然后这两个其实是真的看你个人 然后呢出息度来讲那肯定是微笑和那个贵妃的一个出息度会比较给力一点 啊78G的出息度其实没那么个给力 然后那个白金的那个基本上就是看你这个的颜值 对 那你看到现在就是四个的一个书写效果 其实微笑的那个书写效果以及实用性你看 最到位只是说他这个杆你可能比较难接受 但是如果以书写来讲的话他真的是很合适 握杆来讲的话如果我个人是没有说要矫正握笔姿式的这个需求了 那所以说如果你有那贵妃那可能会更合适一点 那基本上就这么去选 那最贵的那基本上78G鞋感上来讲的话也比较好一点 因为那微笑和那个贵妃的话两个鞋感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微笑的那个反馈感会比较明显一点 贵妃的话怎么讲呢 握杆的话最舒适 因为他有这个三角的一个矫正的一个矫正姿势一个比握 你撞笔比较少 比较少的那可选择他 另外一个就是 你喜欢颜值的那绝对是这只那个白金的一个 白金的一个就白金的这只那个PQPQ200 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那有什么问题那个可以下面给我留言一下 那或者有什么我漏讲的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好就这样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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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